大家好,我是小杜 从世界的历史进程上看 国家的发展犹如溺水行舟,不进则退 很多国家都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 但之后又泯然众人 最典型的莫过于以色列、新加坡 他们建国后不到50年就成为发达国家 韩国发展了近30年 经济总量增长107倍 然而这些国家经济发展虽快 但后劲不足 根据美智库数据 地球上发展最迅速的国家 仅用了40年时间 GDP总量增长245倍 成为世界超级经济强国 记录无人打破 这个国家就是要我们自豪的中国 近代时期 我们受到各国列强的剥削和压迫 整个国家一直都是积贫积弱的状态 即使到了80年代 又因为受到西方的封锁 我国的人均GDP才几百人民币 在世界范围看 毫无疑问是垫底的 但尽管如此 我国却创造了世界发展的奇迹 从80年代至今 短短40年时间 我国GDP总计 已经超过了90.03万亿元 整整是当年的245倍 这样的发展速度 中国称第二 无人敢称第一 从一平如洗 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彻底改变了整个世界格局 中国低大物博 有着面积广袤的土地 其中所蕴含的各类资源 不计其数 尤其是在一些战略性资源上 更是储量充足 自给自足 我国可以根据自身需求进行开采使用 不用担心被卡脖子 同时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 最为团结的国家 还拥有着全球最大的市场 中国的发展 离不开各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 而中国所创造的神话 也难以被他国所复制 小道纸巾 芯片 大道高铁 水坝 太空卫星 如今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 我们都能看到四个大字 中国制造 时至今日 一定有很多国家享受到了中国速度 和中国质量给他们带次的便利 说明了我们经济力量的强大 而在经济力量的支撑之下 我国的军工 科技领域 也实现了诸多突破 自主研发的导弹 装甲车 战机 航母等等军工装备 其中很多重型产品都运用了世界顶尖的水平 甚至一度超越了欧美等很多发达国家 不过我们时刻要牢记 虽然中国的发展在近四十年突飞猛进 但是在建国七十年中 前三十年的时间更是难能可贵 成就更大 在前三十年里 我们同样也取得过娇人的成绩 更重要的是凝聚了人心 生活在那个时期的国人们 他们的付出值得我们铭记 他们创造的价值 完成了国家的初步工业化 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为如今这四十年间的后继勃发 创造了充分的必要条件 感谢收看领导军舞 下期见